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強 我現在目前在英國倫敦的Olivia這一個展覽的場館 那今天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物聯網的一個算是規模還蠻大的展覽 叫做 IoT Tech Expo 那這邊的話是入口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報道的櫃檯 我們來看一下,因為現在其實大概再過一個小時就這個展覽就要結束了 所以其實現在人比較少,早上的人稍微多一點 那我們就四處走走吧,看一下 這邊有報道的櫃檯 就是你有參展的人可以在這邊去印你的識別證 如果你有報名的話 然後旁邊這邊有賣吃的地方 那不得不說以下英國的東西其實都還蠻難吃的 而且還蠻貴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展覽 這邊看起來有三張地圖 因為這個IoT Tech Expo 它是今年度就有三個不同的展覽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是Global 它這邊列是2018的展覽 那除了今天的展覽以外 在今年這邊,今年的六月還有歐洲的展覽 在德國柏林 然後11月的時候有這個北美的展覽 北美展覽 再四處晃一下 附近有什麼東西 好 因為大概廠商都是物聯網相關的 這邊你看到Linus的一個蠻有名的套件 我們看一下他們也有展出一些應用的東西 好 那在這一個展覽裡面 有好幾個地方是論壇 就是相關的科技跟研發的論壇 這邊看起來有蠻多人的喔 我們看一下 這一場的座場看起來蠻多人的 應該是目前會場裡面的人最多的 好 好 我們帶大家到另外一個地方來 再看一下 這邊看起來是 會談的地方 一個一個小rub 這邊看起來應該也是 在各個不同品牌在談業務的地方 這個算是很小攤位吧 幾乎是沒有任何展覽的東西 可能只有業務在這邊跟大家做接洽 好我們來看看 一般的展覽攤位 大概就像這樣子啦 就是 每一個區塊其實都不大小小的 但是有蠻多 這個展覽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一下 剛剛我稍微看了一下 有幾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但是雖然是看不太懂 但是 覺得還蠻有噱頭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譬如說 這邊有一個 上面講 send any data with some 就是你可以用 你的聲音去 傳送任何不同的 資料 好我們看一下 這邊 搞了一個 機械手背 但是不太曉得是幹嘛 好吧 我因為很爛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問 好 這邊有一個蠻有趣的 是一個頭盔 這個頭盔 它 看起來是一個 裡面 應該是 可能有結合AR技術的頭盔 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它的模擬的畫面 它是一個 視覺引導的技術 所以在 戴上頭盔以後 你看到實體的東西 那裡面也有一些3D模組 3D模組去 摺引你 可能有一些虛擬東西 可以去 幫助你在工作的時候 可以使用 頭盔其實 我覺得長得 還蠻好看的 它裡面看起來是有眼鏡 眼鏡 應該會結合一些虛擬的東西 在裡面 好這邊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論壇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這邊有一家 我認識的 不是我認識 是我製造品牌 是研華店 那他們也是有做 互聯網相關的技術 那這邊有一家 你看大家也蠻熟的 也不是蠻熟的 就是 有在做一些工業設計 的一些軟體 AutoDesk 大家應該 有的應該有 有用過它的軟體 比如說像 AutoCAD的 之類的東西 好這邊也有其他的轉區 那這邊也有一個 台灣廠商 也是做 IoT的 叫做什麼 GIGA TMS GIGA TMS 好 但是 看起來是做 RFID 無線射頻 晶片 好 然後這邊 我的前面這邊有 QNAP 那我這次也是 跟著QNAP來 參加這個 IoT的這個展覽 因為他們有贊助 就是 一個 這個 這個展覽裡面 有一個 IoT Hacksong的活動 邀請很多 技術開發的人 來一起來 用他們的NAS 跟相關的 開發平台 來開發出 那個 物聯網的應用 可以看一下 會長的東西 好 那 大家都知道 QNAP是做NAS 所以這邊其實展出的就是 它的 NAS 產品 然後 外面這邊也有 它的 IoT的 這個 平台 叫做 QIoT Suite Lite 它是 可以讓你 透過 把這個 QNAP的NAS 當作是一個 雲端的核心 然後你可以去 串聯各個不同的 裝置 好 讓這些裝置的 資料全部都匯集到 你的NAS裡面 去開發你想要做的應用 好 這邊也蠻多的 好 我們來穿過人群 那我們看到 這邊也有 另外一個 嗯 論壇 這邊論壇也蠻多人的 好 這邊看起來在講 有關於 IoT的 創新應用 跟 科技發展的部分 好 這邊也蠻多人 正在聽 好 在上演講 好 這邊有 看到很奇怪的 這個充氣的 這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圍牆 那在這個圍牆裡面 就是 呃 這次的IoT Huxone的會場 好 覺得還蠻特別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好 這邊是入口 就是 IoT Huxone的入口 那 這次的贊助廠商有兩家 一家是台灣的QNAP 另外一家 就是 Amazon的Alessa 他們是 做這個語音控制的裝置 好 那我們進來看一下裡面 長得就還 跟我想像的Huxone不太一樣 感覺圓桌嘛 好像在板斗一樣 好 不過大家看起來都還蠻認真 就是 都在做 開發的這個 開發就對了 那 明天可能大家就需要 來驗收一下成果 那 短短兩天的時間 不知道可以開發出什麼東西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好 那 這一次的這個360的影片 紀錄到這邊 那 如果明天還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掰掰